现在却有专家在质疑了 真的非要在2月25号这天开学吗 做好了准备吗 够吗 大家来先看 这个是台大的专家詹长泉 那么他就说 其实现在防疫有分围堵跟减灾两个时期 如果还在防疫期间的话 是应该要延后开学的 以免社区感染 如果在减灾期间 则没有必要再延后开学 所以现在如果是在防疫期间 是真的是不是应该要延后开学 你如果不延后的话 是不是还应该有很多很多的配套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吗 如果说真的在2月25号开学 有没有可能会增加群聚感染 群聚感染不是没有可能 像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延后开学 是不是也因此 所以才能够把疫情 把它控制住 控制好 减少了这个群聚感染 也因此才会让我们现在 看起来好像疫情没有那么严重 不无可能 这一点我想请我们今天在座的专家 邀医师来跟我们讨论 因为就连柯文哲都说 其实疫情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甚至未来还不排除社区感染 225就非要开学吗 怎么看 其实教育政策 应该是由教育部门来主导 他什么时候开学 有他不同的考量 站在防疫的立场来讲 群聚本来就是一个风险 口罩不足或是洗手工作没有做好 或环境消毒没有做好 感染的风险就会增加 好在台湾现在的防疫阶段 只是处于一个社区境内 确认案例出现 并没有达到社区传播 社区传染大幅增加 境内案例的状况 所以恐慌度是不用提升到那么高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本身的 自己防疫工作做好了没有 减少群聚 减少接触 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阻断 感染途径最好的方法 我们是觉得说 要不要开学 这个是由教育主管部门 他们去考量的 但是我们如果针对 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 你要不要让小孩子 有更安全的环境去就学 你要穷尽你手边所有的资源 能够让小孩子就学 不管是交通途中 或者是上课中间 能够得到一个最安全 避免感染的环境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比如说让小孩子要洗手 都要洗干净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外面进来 不管是成人小孩 都应该做好洗手的动作 家里的空气 是不是也是要处理干净 然后再来学校的部分 希望能够在同学中 有症状的人 就要马上戴上口罩 没有症状的人 如果口罩不够用的话 可能就是自己 要保持一点距离 我是觉得说 这种卫教的知识 在学校是可以再推广一点 要不要开学这个决策 不是我们防疫这边 可以做决定的 教育部门他可能有 其他不同的考量说 我已经延后了 我想要这一天让学生就学 就学的环境安不安全 这个可以请防疫 这边来提供一点意见 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有 有限的资源之下 来够保护这些上学的孩子 不要受到一些传染 其实不是只有新冠病毒 现在流感的疫情 也是非常严重 而且落罗病毒也是常见 这些都是手接触 或者是一些阻挡喷墨 这些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环境中间的空气的消毒 比如说像有些环境 我们可以用次氯酸水 喷洒在空气中 空气中的杀菌消毒的能力 就会比较好 也有的幼稚园有这样做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说 要穷尽手边所有的资源 把消毒工作做得最好 是 现在你看 当然要遵照中央的指示 你说要不要延后开学呢 我们看看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也做出了说明了 2月25号还是要如期开学 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至于停班停课 我们相关的一个传染病 在停班停课就有规定 停班停课当然都会有规定 到时候是看状况 可是都已经延后了 从2月11年到了2月25号 难道还真要延后到 跟大学一起开学 也就是在3月初吗 真的大可不必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中央的指示 现在很多的学校 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指示宣示了 所以包括像是桃园啦 台中啦 台南啦 都已经宣布了说 学生开学的话 这开学典礼就免了 当然又有一些所谓的因应跟配套 但这样到底够不够 好像还是蛮多家长会担心的 韦翰 其实我觉得刚刚陈时中部长的说明 你已经听得出来了 他做好的一个决定跟准备就是 他不能保证开学之后 一定不会在学校里面出现病例 但是也不能因为 有可能会出现病例而不开学 再延下去要延到什么时候 这疫情可能也不是一两天 你说就算现在国际上最乐观的看法 不知道那个是习近平 还是川普的看法说4月 那4月离现在也还有两个月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不可能不开学 所以最后的决定就是开学 但是做好准备 包含了口罩 包含了备品 以及包含他刚刚其实没有讲那么白 就是说如果万一万一万一 学校也出现了类似状况的时候 停班停课的标准 自然有一套规定 如果假设哪一个学校里面出现了 相信那个学校可能就会立刻停课 或那个区或怎么样 那是后续的问题 但是也可能不会有 所以就决定开学 现在因为要开学了 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爸妈 一定会非常担心口罩的问题 还有酒精消毒等等问题 我看到这两天 很多的学校都备战 什么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宜蘭什么 很多的酒精 在这边特别提醒所谓 现在看我们大报告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家里像网友小朋友 提醒小朋友 到时候要去喷酒精喷手 好好好喷 因为每一个都像是那种 在喷焦花一样的 不要拿起来乱喷 喷到眼睛就麻烦了 这一定要回去跟小朋友好好讲 小朋友都很皮 都很活泼 好不容易看到同学了 进教室出校室要喷手的时候 千万不要拿来乱喷 因为那个高度 像医院进电梯 都会有一个酒精消毒 我跟大家讲 国小以下的小朋友 正好那个高度 就跟眼睛很接近 所以常常有时候 大人说来弟弟你来弄一下手 一按结果打到手喷上来 又喷到眼睛了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的 做爸爸的比较罗嗦一点 好 广告时候马上回来 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等一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在三点钟预计 要召开记者会 那么可能也会针对 钻石公主号邮轮的台湾乘客 如何来处理等等相关的讯息 还有包括防疫都会在做说明 我们待会会随时为大家来插播 不过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到底要不要延后开学 其实这个真的 这个社会上不论是专家 或甚至是家长彼此之间 都会有歧见的 因为你要说是家长好了 家长就有的说 现在有太多都是 明明开展没有症状 当然是会感染怎么办呢 就是担心嘛 所以是不是干脆就先延后开学 另外也有的认为说 也许学校要么你就延后开学 要不就是分阶段开学 可能当然也是一个这样的做法 可是说实在的 也会有家长在担心说 对啊 因为现在学校没有开学 实在没办法 大人要上班怎么办呢 小孩没人雇 所以就送到了安亲班 但是安亲班 也是因为有这个群聚的情形 所以是不是可能 这个担忧还是会持续呢 甚至因为你上安亲班 又是多了一笔开销 对于家长来讲 那又是一个负担 所以怎么说 到底应该怎么做 真的是陷入两难 很好有志 其实我们一直在研究 那个詹恩常权詹一 他的第一段话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陈始忠的事情 陈始忠再来第二步 才是教育部的事情 就是你现在要把 围堵还是减災 刚刚我们讲清楚 因为这两个真的不一样 你真的你一个命令下去 不仅经纪部 那个什么部 现在连教育部 都要为了你这四个字 然后去选择 你如果是用围堵的 也就是要零这区感染 什么都是零 零零零零 这种高规格的话 我建议就在延长 因为你的规格是如此 目标定在那里 因为当初延长开学 这个政策一出来 我就在别台我就有讲 我说我不是很懂 因为疫情各个医师 包括姚醫师 我想你们很多意见说 高峰不会是在这个月 他告诉我们说 延到2月25号 那时候满脑子黑人问号 是说2月25号就没事了吗 我只有这个 因为我很担忑 我不懂医学 我是那2月25号就没事了吗 这些小朋友回到学校 就是一切OK了 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放心了 可是所有医界都告诉 包括杨志良 杨署长 他说4月才会是高峰 如果这样是不是要延到4月 因为围堵的策略 就是如此的做吧 你真的都不要 零疫情 那就是都不要上课 那就是高规格 那就是围堵 那就是4月我也赞成 接下来配套措施 你得做好 家长这两个月要搞到4月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要不要先接电话 然后安亲班要不先安排 很多的事情要得要做 这也就是陈时中刚刚伟翰讲的 他脑子很多考虑的东西 他一下去 那就是一堆老百姓又要烦了 如果是减災 那就是刚刚玉琴讲的 我容许可能到学校 会有一些些状况的发生 大家成不成功得起 那你也得把状况跟我们讲清楚 不是说人放出去了就没事 然后准备了很多额文枪 口罩 儿童口罩 这个就没事了 你得让我们的老百姓 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 防疫做得非常好 但是在防疫观念沟通上 我觉得我们官员 似乎有点左之右触 不敢说还没什么敢出去 然后就交由一个苏大炮 然后随便砰 砰一声之后大家要恐慌了 真的该讲的是陈时中 你告诉我 如果你先用减灾 那就有点像日本 日本其实现在就是减灾的策略 我让钻石工主号人下来 难免会有一些状况 但是我把它当感冒来看待 未来也都会是流感化 日本国人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有最近有去日本玩 你看日本人其实没有戴口罩 这么的旺盛 因为国家已经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了 你们一定会干掉 大家把它当做正常化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他们是减灾的方式 如果是这样子 我就同意2月15号开学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那么重要了 包括该做的防御防护 做好就好了 大家一切如常 这就不会有什么争吵 所以我觉得 詹恩医师讲的是对的 先帮我们把围堵跟减灾 讲清楚 讲清楚最好的实际点 就是台中中部那个个案 你讲清楚 如果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样子 是不是释怀 开放 然后小朋友也出去 以后国人大家也都放心 口罩也不需要那么的麻烦了 我一定会让你们足够 大家恐慌 不要 然后我们现在面对的是 日本宣誓的那个 日本是不是宣誓了 厚生労动者已经宣誓了 进入扩大感染期 所以日本人全部准备好了 所以当很多人在揶揄说 日本人你看看都不怕死 把病毒全部放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不懂 国际新闻跟疫情 所以会有的评论 因为日本已经准备 这样子做了 台湾你准备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2月初要开学 你开什么意思的 你现在就是父子其虐 你所有的政策都在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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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正确的政策 给我一个爸爸妈妈清楚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是 詹医师的这个建议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在座的专家 因为他也提到了好几个点 包括除了也许不排除 可以延后开学之外 另外还有比方说 是不是学生座位间隔 至少1.8公尺 另外还有下课可以分批 或上课也可以分批上 相隔个5分钟 还有就是开窗子上课 保持通风 还有甚至20分钟 就要开个门窗 应该有1分钟到3分钟 没有门窗的 没有换气机的教室 就应该要停止使用 他讲到了蛮多的一些细节 但是听起来也都是还是 姚医师蛮实用的资讯 但是学校能够落实吗 确实在可行性来讲 要打一个问号 你光一个上课 多少人在一起得到一个资讯 这个课程的进行 你中间要中断 要分批 要隔距离 然后要再做一些事情 可能在执行课程的过程中间 不太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说 我刚刚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我们空气中的消毒 用次氯酸水喷完以后 其实环境也在被消毒 然后每个学生 就是课堂进出 都多一次干洗手 所以开学可以 但是怎么去喷次氯酸水 对 让消毒做得更好 每一堂课都来消毒一次吗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真的 就下课时间就消毒时间 对 我是觉得说这个方式 减少接触感染的机会会非常大 把消毒工作做好 可能是比戴口罩或口罩不够用 这种去变通的方法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说 是不是找一个可行的方法来做 就是说把消毒环境也好 双手的消毒 或是告诉所有的 个年龄的同学 你是不是把自己的 卫生习惯建立好 当你有症状 你就要求要戴口罩 你没有症状 你也不要乱碰触 不要跟人家有身体的碰触 这些教育知识要确实的去执行 可能会比较好执行